小心了 诈骗真的无所不在 有一名军官在网路上买了一条牛仔裤 结果诈骗集团又打电话给他说 你个资外泄了 就这样理由 结果这名军官居然被骗了有20多万元 歹徒要顾忌从事 结果警方将计就计 当然就带不到这车手了 结果发现这四名车手里头 其中三人居然都未成年 顶着时髦短髮穿着一身黑 才15岁的国中生居然当诈骗车手 怕被警察抓跳下了大牌水沟想逃 还是被逼了回来 下半身腿和鞋子全都沾满了黑泥巴 警方盘问少年还满脸笑意 一副不知天高地后 你不怕最多钱吗 还要拚命 要走 你不怕他们是吗 警方逮捕共三名都是未成年的国中生 跟着刚满20岁的现役军人 四人一组的诈骗集团 假借网路购物谎称买家重复汇款 诈骗被害人23万现金 还想顾忌重施 警方用广告传单 裁剪成厚厚一叠卫装钞票 反将诈骗集团一军 以这个信用卡的广告单 来取代现金来做一个面交 那么在他们歹徒出现之后 那我们顺利的 将这四位来逮捕 警方还从嫌犯的身上 搜出了100多万诈骗所得 以及枪支子弹和毒品 才15岁的国中生被捕 不怕自己已经犯罚 却只怕被吓人知道 不怕被吓人了 不怕被吓人了